从党赖清德正式合可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送达立法院之后 国会必须在15天内投票做出决定 从农府表示 期盼立法院朝野各党 能再次审慎检视法案内容 找出合法合线 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最大共识 对于国民党要求行政院长卓榮泰 针对复议向国人报告 卓榮泰也表示尊重立法院程序 地主回乡特别关心当地观光建设发展 总统也挂念这件国家大事 总统赖清德11号上午11点 正式合可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两天内就会送达国会 是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合可了行政院对法律案的复议权 期盼立法院朝野各党派 都能够再一次的审慎检视法案的内容 找出合法合线 以国家利益作为优先的最大共识 消息一传回立法院 一个新的内阁刚刚上任 还没有到立法院就提复议案 之前我都没有说要提出复议 我都说这是法律给宪政机关的救急 我完全没有讲 我没有说要提出复议 我说要宪政机关 查这个新闻非常清楚 我们在复议案提出的公文当中 我们已经详细的写清楚了几大的理由 我相信这个已经 社会上已经引起了讨论 让我们这个讨论 希望落实在条文里面 大家再一一的去检视 总统何可公文 只要一抵达立法院 就进入十五天期限 关键黄金冲刺 周六云布局全台宣讲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十二号中常会将下达 动员令兵分三路 首站锁定花莲 再来是双北 深入基层 接触第一线民意 扩大与青年沟通 网络社群也是重要战场 渴望比照公图模式 空战陆战齐发 蓝营也出招 要求卓龙泰副立法院报告 院长总统已经很可不一样 要求在这十五天内加强分数 那还程序进行 谢谢 国会职权搜法延长赛 沟通民意捍卫礼场 建女士消息神台报道